水上山的成功社区 執行藝術下乡 陶藝扎根這個計畫 已經有四五年的時間 教育 陶藝的扎根 當然是我們主要的目的 去到每一個地方 我覺得特別有意義的就是 我們會去跟地方先溝通 今年的藝術下乡 我們來到水上山的成功社區 我們這一次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把學校跟社區分開 社區這一次它是做 封點自己家裡的門牌 這麼多高齡的長輩 他們還願意這樣子做下來 很像學生的這樣去製作這個門牌 他會一直說我不會做啦 這個我不會 但其實陶就是土 它是軟的 它的咳嗽性很大 不會做棉花車就做簡單的花 黑白做黑白 黑白開心 這樣 這種圖啊 這是新鮮的 顏筊 其實他們很厲害 我們每次只好一腳碗 他做出來的成品 其實都很驚豔 成功國小 我們是製作一個組合式的陶板 每個小朋友會做到整個設計圖的單一的一塊 到時候稍好組合起來 是放在學校的獎牌的後方 因為三界埔這個地方 它的農產品也非常的興盛 就是做一些他們當地題材的農特產品 作為裝飾 包含了煙樓啊 然後寺廟啊 他們當地的絲瓜啦 都是當地特色的內容 那藝術家到學校來 我們讓孩子可以透廣他們的視野 學生也可以學習到不同的一些藝術的技能 學習審美的一些觀念還有態度 這個題比較盛大 就是之前都沒有做錯 所以我覺得很新奇 求學階段 或許他沒有正規的陶藝課可以上 但是他透過這計畫 就可以知道說陶藝他的製作 進而培養他自己的興趣 陶藝扎根的精神是有很明確的 在這個計畫當中實現跟執行的 在這邊也非常感謝我們 嘉義縣文化基金會 能夠到偏鄉 來推動我們的藝術 扎根的一些課程 藝術可以陶藝孩子們的性情 對於我們的品格教育的推動 也是有正面的一個幫助 我一直都希望說這區的長輩 能夠多多的走出戶外 非常感謝嘉義先生跟文化基金會的協助 讓社區的長輩能夠接觸這個陶藝 社區的發展有更多的文化藝術的元素注入 對每一個社區來講的話 都是非常好的一個活動 可以讓賽外的子女能夠非常放心的說 我的爸爸媽媽在家鄉有這些課程 也幫助這些長輩 不會感到孤獨或者無聊 這些長者透過這些 用陶藝做的門牌 然後可以促進他們最美感的人知 希望他們對這個有興趣之後 未來他們可能也可以發展出一些作品 成為這個社區或者學校的驕傲 既經會都有做相關藝術下鄉的一些活動 這次我們跟水上的成功博曉 跟社區合作 帶有李俊恩老師來這相關的陶藝 經過上色 經過指導 他會變得非常漂亮 而且他的保存性可以非常久 紀念價值就更高了 能夠讓大家做所謂的藝術的初體驗 我想對大家來講都是一個全新的經驗 也是一個接觸這樣的藝術的發展過程當中 非常好的體驗 然後你們會明白 為甚麼 做了 我記得 我記得 請悉長 天